大家好,我是雀爾西西 今天在泥沙颱風共伴效應的狂風暴雨之下 來到了桃園大園國中 參加台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 舉辦的好好來打球棒球體驗活動 廢話不多說,馬上換上今天的活動鋪準備開始囉 一開始,我們依照實力分成紅、黃、綠三隊 我所處的是完全沒經驗的菜鳥,紅隊 接著進行暖身,先拉拉筋讓身體動一動 再和隊友來個合作折翻牌 然後三隊兵分三路,開始分頭進行投球打擊和體能訓練 紅隊第一關是投球訓練 教練一開始先介紹棒球上的縫線 並教導我們手指放在球上的位置與握法 接著,上場實際開始 進行投球練習 教練很仔細的說明投球的知識 並修正我的動作 除了貝斯佩拉的教練教導正確的投球知識外 我們在排隊等待的同時 投員悟空女子棒球隊的大姐姐 也會在旁邊示範幾點關鍵動作 配斯佩拉是運用科學數據訓練棒球員的團隊 投球時透過影像的錄製 及影片的回放分析球員的表現 我家的總教練爸爸 在我排隊的空檔上來給我鼓勵 爸爸說來這裡就用力的投吧 第一關結束前的最後一頭 排測了我的球速及轉速 分別是45.7公里和891轉 第二關來到體能訓練 棒球員的訓練菜單非常多元 例如敏捷度訓練 障礙跳 折扳跑 追逐跑等 教練用有趣的指令引導我們練習 不過我們的練習可能不到真正棒球員的萬分之一吧 加油 外頭風雨交加下 前往戶外的牛棚 終於來到最後一關打擊訓練 教練先讓我們丟甩籃球 來模擬揮棒的感覺 再來更仔細的說明會即使手臂的位置 以及腳部腰部的轉動 接著才讓我們換拿棒球和隊友徒手投接 看看我們菜鳥的身手 再看看球隊小姐姐們輕鬆流暢的身手 真是天壤之別 終於到了拿起球棒的時刻了 球隊小姐姐的揮擊真是充滿力愚美 請頭拉過來看我的揮擊 雖然弱弱的 不過都有擊中球 超次大姐姐五球都給我好球可看你 時光飛快 長達三個多小時的體驗感覺一下就結束了 三隊回到球場一起恢復場地 緊接著就是結業式的頒獎 雖然我沒有拿到獎項 但這次的經驗讓我更了解棒球員的心圖 尤其女生要打棒球更是不容易 謝謝協會對女棒的支持 活動圓滿成功 老大女朋友 老大女朋友 感到過頭 充滿了 拍棒球 一片 小姐